今天我想教大家來製作一個 哦 等一下啊 教大家製作一下脆皮人肉 好不好 脆皮五花肉 其實脆皮五花肉已經是做過很多次了 但是你們有沒有發現一個很恐怖的問題 你們要是水煮一下用烤箱烤出來的那個脆皮五花肉 牙口不好的話可能會崩掉你的牙 就是它的脆它也是脆但是它是硬的脆 所以這次我們要做的是真脆皮五花肉 一定要把它那個皮做到真的脆 然後是不會崩牙的 好 我們先準備一下炒料哦 花椒25克 橙皮5克 八角一個 鹽30克 5克的黑胡椒 這些香料拿去乾炒 把這個炒香的料倒進這個打粉器裡哦 五花肉清水沖洗一下用刀把它的表面殘留的皮毛刮掉 把剛剛打好的料粉倒進去哦 我這裡是4斤的五花肉 這是4斤的料 再加入15克13香粉 15克味精 15克雞精 四亮辣椒粉 30克紫蘭粉 日麻隨便來點 然後醃料醃到這個時候就算醃完了 但我突然有個創意 我們再加點咖哩粉 這醃鞋底頭香的 現在我們開始軟啊 使勁軟 給這些肉全部都軟均勻 蓋上保鮮膜室溫醃漬1小時 這樣我們來調個脆皮水 小蘇打隨便來點的 加入一勺鹽 給它攪拌成小蘇打鹽水 這也就是我們的脆皮水 拿出五花肉 把它皮面的這個醃料花掉 鐵鉤勾住這個五花肉肉厚的部分哦 接下來把五花肉晾起來 刷上我們這個脆皮水哦 給五花肉自然烘乾12小時哦 這就是風扇吹了12個小時的五花肉 看一下像那個辣肉一樣 現在這個滷溫大概是200度內 不能超過200度 五花肉皮朝外烤30分鐘 來看一下哦 哇現在顏色很亮啊 先給它勾出來啊 把滷溫升至230度以後 再進去烤15分鐘 來看一下這個肉 趕快自然粉哦 再弄點辣椒粉 脆皮五花肉就搞定了 太脆了 真的脆 而且它的脆不是那種崩牙的脆哦 它的肉又是保持的那種 有那種油份滲出又嫩的那種 我還整了一條這個稍微長條一點哦 五花肉怎麼吃 要這樣吃 哇好油啊 哎喲 不自由啊我幹 不行啊很香 但太油了 真的這五花肉最多吃一條不要吃多了 膩 但是我覺得脆皮五花肉是可以的 外面這一條的話大概30塊吧 但我們這也是沒有賣 反正就這脆皮哦 其實你是吃過的話也沒有什麼稀奇的 就像豬油炸 但是如果你從來沒有嘗試過脆皮五花肉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去試一下 這也是最後一塊哦 不要吃太多的尿酸太高了 OK給大家總結一下吧 這脆皮五花肉呢 這家做的話 你要做的話可以一次性做幾根 你做一根的話 你還不如直接去買 因為你弄這個碳啊啥的 成本挺高的 你做一根的話 你這一根五花肉也沒多少錢 但如果你家裡沒有這些器材的話 你還是直接去外面買吧 就沒有必要單獨為了一根五花肉去做一次 OK那麼今天視頻差不多就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這些視頻的話 點個贊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拜